一项研究显示每个月只吸一次大麻 就有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 随着吸大麻频率增加 风险更会急剧的上升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研究过程中 团队追踪了接近43.5万 年龄介乎18岁至74岁的患者 了解用大麻与中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 并结合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数据 结果发现每天使用大麻的人 心脏病风险会增加25% 中风几率也会增加42% 若是每周吸食一次的话 心脏病风险会增加3% 中风几率会增加5% 而在年轻人群中 无论当事人是否使用传统烟草产品 只要使用大麻后 冠心病、心脏病以及中风的综合风险 也会增加36% 研究还发现 就算偶尔使用大麻也会引发后果 中风与心脏病的几率会随 吸食大麻频率而上升 换言之 剂量越大 反应也越明显 专家解释 这次结果确实表明 大麻能导致不良结果 研究人员也在结论中表示 本身患有心脏病的民众 应完全避免大麻 而统计显示 全美平均每20人中就有一名心脏病患者 这次报告已刊登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上 熟悉研究员杰弗斯表示 过往研究大麻与心脏健康的实验未受重视 原因是参与民众往往同时吸烟和使用大麻 令人难以锁定风险源头 结论也无法推断大麻是否真正有害 或者本身已有基础心脏疾病的人 应否使用大麻 专家表示科学界还需继续研究 长期追踪并监测人们使用大麻的情况 但鉴于大麻仍受联邦管制物质 因此会有一定困难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